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一 星期一 股市的表现还是在反反复复这样子 当然经过上个星期五的明显的回升之后 由于指数曾经一度是轻轻的 回升到二十天线以上 等于说好像初步出现一个回稳的信号 可是今天在反复当中 指数又再进一步跌圈二十天线 等于说整个股市还是回复在反复不明的走势之中 好了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行政指数早点先低开73点到20730点 曾经一度少回升到20845点 相对上个星期五来说 这一分钟是上升了41点 可是由于买盘不足 还有估计也不断一点的出现 结果整个股市又再反复回远 到下午大概三点左右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跌了381点 而低渐20423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恒生指数还是反复在十天跟二十天线以下 为什么一直跟大家说十天跟二十天线 原因很简单 要是指数能够稳守在十天跟二十天线以上的 等于说指数是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那一分钟只有成交稍微配合 故事是会进一步反弹而回升的 可是要是说十天线失守的话 当然首先代表股市已经没办法再进一步往下推升 还有一点就是股亚一旦出现 那二十天线再失守的话 那整个股市就会 再见到仿佛不明的走势 这个月暂时来说还是先高后低 指数还是从7号的高位23241点 一直跌到17号的低位19977点 等于说八个交易天指数一共跌了3264点 经过了大幅度的回调之后 稍微有一点点的记事上的回升是很正常的 问题就是股市已经摆脱了 好像早前不断的往上寻找高位的走势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就代表股市经过中期的上升之后 开启进入一个正常的回调跟消败之中 问题就是要回吐多少 而且这个回吐的时间又多久而已 从那个10月7号到现在为止 其实来说股市一直在反复回调之中 要是说这个回调要大概三到四个星期的话 那说真的在这个月底之前 大家对股市也不应该抱着太大的上网的希望 当然要是在月底之前 只是能够稍微回升到20根10天上以上 那当然是有一个回吻的信号出来 可是这个真的是要少等一下 这两天成交方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减少 这个很重要 因为股市上是一定要动力的 要是说股市的成交一直跌到1500到1600个亿的 那可以这样跟大家说 股市就算是不会怎么样大跌 可是恨定一点来说是不会出现这个明显的上升的 股市上升一定要资金 资金就是动力 没有动力 其实是很难明显的算升的 股市已经距离这个月底时间不多 下个星期二就是这个棋子转成的高峰期 下个星期三就是这个棋子结算 而下个星期四就是这个场外显身工具结算 未来这几天可能好跟蛋的增值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我们就看看至少在未来几个焦点 能不能够再度回升到20跟10天以上吧 暂时就观望一下 尽量保留现金 少等一下比较好 泄小冰调 敬湾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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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